请将下面眼花过程相似的两个地域用线连接起来 你是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队友支持 他还是答错了扣20 没关系我相信他 反正就是回到100呗 场上就100就100无所谓了 来这道题我实在找不到头绪来几位嘉宾吧 他这个实际上他是利用板块边界相对运动的不同方式 产生了不同后果 比方说太平洋板块向着欧亚大陆俯冲 这种俯冲带 所以他是这种汇聚板块 刚才里边讲的红海是张开的 对 所以他同样的成因形成的地区 所以再连线要根据他边界的不同运动方式来连就对了 如果按板块运动形式大致分几种呢 现在大概有的说三种四种其实多三种 一种叫汇聚 就两个板块靠拢 那么一种情况是往下插 我们叫俯冲 还有一个也是靠拢 但是是碰撞 喜马拉雅山为什么现在还不断的往上升呢 就是因为 他们还在碰撞 在印度斯大陆板块还在碰 所以使劲急慢慢慢慢往上升 这是一种汇聚的 还有一种就是拉开的 像红海 红海 东非大列骨 是拉开的 还有夏威夷刚才扩张的 或者叫扩张机 你也行 还有一种呢 是平面上互相的走动 华仪 叫走华 像美国的圣安德烈斯断城 和太平洋板块之间 就是靠这种平的走 基本上三种方式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答对了 恭喜恭喜 不过是由苏其伦替你答对的 所以只能加十分